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大讲堂 我是佳颖 每周三到周五 我们会在这儿给您带来最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健康大讲堂微信公众号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如果给你三秒钟 你会做些什么呢 是拨通一个问候的电话 还是抓紧品尝一口美食 也许你会说三秒太短 什么也来不及做 可是你知道吗 世界上每三秒钟 就有一位老人失去一生美好的回忆 又有一个家庭陷入失智者带来的困扰 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年失智 临床表现以记忆力 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为主要特征 被列为了全球威胁人类健康的第四大杀手 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都有哪些征兆 如何预防呢 今天我们邀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综合医疗科二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黄朝云教授 为大家答一解惑 黄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黄主任 当老年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 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来敲门的信号 像有老年朋友出现健忘 还有记忆力衰退 是这个病的前兆吗 是的 因为阿尔兹海默症 它的早期的表现 主要就是记忆力的这种下降 然后因为很多老年人 包括家里人 可能认为年纪大了 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正常的 除了这个以外 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就是性格改变 比如有的老年人就是觉得 突然一下变得过度关注自己 不关心别人 然后这个就是显得比较唠叨 或者说性格显得古怪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会收拾一些 就收藏一些这种不太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称之为囤积 囤积比较说 大家明显认为应该丢掉的 淘汰掉的甩掉的一些东西 他认为有用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用 会把它藏起来 在家里收藏了很多堆积这种东西 所以它的表现有相当 就是说从这个情绪 性格行为很多方面 都有一些这种征兆的 情绪上的异常 就是出现一些反常的行为 跟他自己以前就不太像 那么您刚才讲到情绪上 还会怎么样表现出来 情绪就是不太稳定的 比较暴躁 大家有一个印象 就是前上面的热播的一个剧 叫都挺好 里面那个收藏墙 他最后就是很多行为 实际上就是痴呆的早期表现 他其实表现出来那种情绪的反常 纠缠别人 或者说是过度关注自己 甚至还有一些 就因为这个记忆力不好的 他老丢东西 但是他怀疑这些东西 被别人偷了 被家里人偷了 保姆偷了 或者之类的去纠缠 去跟别人吵闹 这种情况也会有的 二兹海默症的话 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问题 还是记忆下降 就是记忆下降 是它的比较重要的改变 但是 咱们也不能说 就是有健忘症 那就一定是二兹海默症的前兆 对吧 那咱们怎么去区别 同样都是健忘症 但是二兹海默症的 这个记忆力的这种下降 和老年 就是普通健忘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问的 因为这个二兹海默症 它是人的认知功能的 全面的进行性的下降 认知功能分为几个方面 一个记忆 计算 语言 执行功能 四空间 多个方面 就是这些问题 它是一个全面的受损 我们一般老人的这种健忘 就是跟年龄相关的记忆减退 就是说这个人到了五十岁左右 可能这个记忆就会有些减退 比方我自己 我们身边的人 可能都会有感觉 就是说这个明显的 记忆力不如从前了 经常会找东西 有些东西可能不见了 但它仅仅只有这个方面 而且只是有时候有 不是说随时候有 就是说这个 但是二兹海默症的病人 他的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以外 他的这个定向 计算 这个执行 我们执行功能 就是说你去运作某一件事情 就把它解决好 它这种能力 是一个全面的减退 所以它这个 对人的这种生活质量 包括它的社会功能 包括它跟别人的交往 都会有本质的 明显的这种损害和影响 所以它的这个程度 范围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通过专业的这种测试 和相关的检查 是比较容易去区分出来的 那么如果到了医院的话 是具体需要做哪些的检测 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确诊 一般假如说怀疑到这个方向的问题的话 首先医生要简单的给病人做一些接触 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就是会问一些 跟我们刚才这些功能有关的问题 就是说记忆 这个计算 这个定向 然后 视空间的功能 大致也会问一下 执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第一个 假如说觉得怀疑有这个方向的问题 一般都会安排一个认知的测试 就是说这个 我们要专业的这种量表去做测试 就是说这个 根据它的文化程度 这个大致的情况 判断有没有问题 假如说有问题 一般来讲 就是进一步去做影像学的检查 就跟这个脑的相关的 跟记忆认知 这个相关的一些结构 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改变 您说的这个检测是指的 CT还是核子公证 核子公证 核子公证的频扫 有时候我们还看一下海马 就是这个结构 因为海马跟我们的人的记忆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 就看看它有没有萎缩 那么进一步检查之后 确定它是老人是有这个病了 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案 因为说实在话 这个病本身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全世界虽然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的研究 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缺乏真正的能够逆转这个病程的治疗 那不能说我原来记不住 我通过这个治疗 它好了 记住了 就像其他的 比方说感染了 肺炎了 感冒了 这类病 这个目前还做不到 我们神经系统的这类的变性疾病 目前的治疗 应该都还是针对症状的 改善这方面的治疗 所以这个方面的这种药物 主要是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说 去增加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一个跟记忆有关的地质 叫伊西兰碱 就是胆碱脂霉的一致剂 就是阻止脑里面的胆碱脂霉的分解 就是说增加它的含量 去改善它的记忆 这个是一大类药物 那么另外一大类药物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兴奋性氨基酸受体的一个急抗剂 那么这个药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 大家也在使用了这一类的药 所以目前主要的 就是说我们医生或者是学术界接受的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治疗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基础病的治疗 危险因素的控制 和一些营养素的补充 就是我平常经常就说 老年人可能是他吃的叶酸 这个符合分数 这一类的笔数分数 这一类的治疗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他 病发症的一个治疗 因为这个病到了后期 因为他记忆内的衰退 这个认知功能的这种混乱 会导致我们家很多精神行为问题 就是出现幻觉 出现妄想 出现这个昼夜节律的颠倒 然后这个出现多疑 比方说刚才说了 怀疑家里人亲戚 熟悉身边的人偷他的钱 怀疑配偶不忠 这个会去吵闹 或者说甚至产生攻击行为等等 这个也是需要医生去处理的 这个时候的治疗手段是什么 他应当就是对另外一种症状 来进行一个缓解了 对 就是说一般来讲 对这一类的精神行为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 他就我们观察 大多数也是病人就诊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单纯只是记忆减退 他也比较安静 也没什么太大事情 家里人可能就认为 在家里处理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药物治疗 可能就看看门诊之类的 一旦就说我们这个 到了这个程度 就是精神行为问题 这个比较明显了 这个照料者会很痛苦 对 那就说这个安全可能也得不到保障 这个是求医愿望最迫切的 但现在有这个问题有个争论 就是说这类的问题是要很早的用正经的方法去改善它 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治疗 这个目前确实就是说 医学界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说你现在首先还是要规范的 就是说这个用足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改善认知方面的这类的药物 在足够的疗程的情况下 它效果还不好 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影响到了安全 比方说照料这个病人本身的安全 照料者的安全 这个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没办法这个这个按时服药啊 或者说这类的管理 这类的问题是要小心的 适度的去治疗和控制 所以这类一般是用到正经方面的一些治疗 那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个病它的病因究竟是什么呀 说实在话 目前还没有办法准确的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二次海默症呢 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也讲的AD 就是它的这个总体来说 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推行性改变 那么这种推行性改变呢 就是说假如是表现在我们的这个跟认知有关的这种区域 我们刚才说海马 这个额叶啊或者大脑的一些皮层 它的表现为痴呆 它在我们中脑或者我们的椎底外系统 就表现为PD 就是帕金生病 或者表现在这个脊髓和周围的地方 它就是肩冬症 大家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会变性 为什么会衰退 这个肌理目前不清楚 也没有办法对这个做有效的干预 那它有遗传性吗 PD里面有一个小分支 就是相当小的一部分人 呈家族聚集性 那么这一种呢 它是遗传性的 但是严格意义上呢 我们大多数的是散发病例 就是说二次海默症 它本身不算一个遗传病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老化病 那么有多大比例的这个老年人会患上这种病 我们世卫组织有一个统计 但这个数据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65岁以上 大概是3%到7 这个波动比较大 这一般认为是接近4%左右 就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 那么年龄每增加6.1岁 这个数据患病例会翻一倍 所以就说它是一个年龄高度相关的退行性的改变 中处神经性的退行性改变 所以这个有人认为就是说 有个数据就是大概到85岁上的老人 这个数据可能达到30%到40% 就非常高了 那么对于这些得了阿尔兹罕症的老年病患 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提高它的生活质量 这个问题也比较重要 就是说因为这类患者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家里 所以这个照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改参生活质量可能从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环境安全 因为这类患者他的认知能力 判断环境定向事空间都有些损害 所以家居环境要安全 照明要充分 就是这个通道要通畅 就是不能就是说摔的摔的 那个重要的部位 比方说卫生间有些墙面 要装把杆装扶手 就是利于他支撑 就是因为这类患者就是摔一跤 他就容易感染 感染了以后 比如肺炎的其他的 这可能就比较重 比较危险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还有个安全就是进出 因为有的患者他有活动能力 他可能就说出门 他找不到家 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 门洞有一个这类患者 就碰到过两次 一次他走到路上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他说没事 我转一转 我明显的看到他就是 找不到路了 找不到家了 他就说他时间跟老伴一起出门以后 走散了 所以我说那你老伴在来 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我当时没有他电话 我说你身上也没有他电话 他说没有 找完天没有 我说好 我说我就把他带到我们那个 那个楼门口 交给那个保安 我说你先看着他 老伴可能马上要回 要找他的 过了大概不长时间 老伴就急急忙忙就找回来了 要找到了 那么第二次 我下楼 下楼就看到他 这个 拿着 就穿了一个修裤 手上提着一个衣服 就站着去走来走去 我说你干嘛 他说没事没事 他就说好像他不好意思 然后别人觉得好像他 他找不到他不愿意说 我估计是找不着了 因为他 我知道他是住在楼层 我说这个不是你家 我说你住在哪一层 他说住在哪一层 我说这个是另外一层 我会觉得找他家 家里门 开不了 我说你身上有没有电话号码 最后就找出来有一个电话号码 他说我打这个号码 对方说不认识他 所以这个有时候信息要准确 是不是挂一个胸牌 胸牌 信息要准确 最好有你家里的住址 因为有人可能直接给你送回来了 是吧 对啊 所以这个信息 这种安全有时候要完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要照料者的这种心理健康的维护 因为他这种患者 就是说你明明刚才跟他说了 他忘记了 是吧 他反复的就是把原来的一些事情拿来说 或者认为他认为出现的事情 包括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的事情 反复的就是说纠缠 这个家里有的 包括有的人就觉得受不了 对 明明刚才跟你说了 你怎么又这样 就是发脾气啊 或者之类的 这个弄的就是太难受 自己也很难受 所以我经常说 就这个有时候 你没有必要过度的去 在意 就是说你要转移他的注意力 你去改变他的想法 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你只能说 因为他那个记忆保留比较短暂 他这个时候纠缠的问题 你跟他引导一下 说一些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马上把他给他忘记了 这是个好方法 这个就比较 说白了就是把他还是当做一个病人看待 四两拨千金 就是你对抗 或者说你互相冲突 弄得大家都很难受 也是需要智慧的 但是对于那些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 那么你24小时恨不得都不能离开他 但是家属又有的是要工作的 这种情况下 就您身边看到的患者 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怎么样能够好的照料到老人 就是说这类患者 就是说一般来讲 就是有条件的 当然是在家里面生活 就是这个第一个环境 尽量的丰富 有的人觉得他不愿意讲话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是让他一个人待在那里 没人管 这个越单调 这种环境 他的衰退的速度越快 另外就是说 像你刚才讲的 假如说他完全没有办法自我照料了 其他的家人需要上班 那就应该请一个人 就是必须陪护或者是保姆之类的去照料 你这个身边是不能离人的 你这个人 你不知道他干嘛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也管理不了自己的行为 那有时候可能就很危险 包括饮食的这种充分的这种营养保证 这个安全的环境 这个比较好的心理调节 然后就是家里亲人 在身边的这种不同的 跟他制造一些这种兴奋点 刺激 让他高兴 这个好的情绪状态 他有的人摔退的速度会明显的要慢 或者说要好很多 在众多疾病当中 可能老年朋友最不希望得上的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 因为这个疾病 不仅会夺走身体的一些健康 还会带走所有美好的记忆 但今天我们了解到 这个病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 来降低发病率和患病率的 平时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合理的饮食 良好的心境 以及适当的脑力活动 以及亲人的温馨培护 都是可以让我们远离阿尔兹海默症的 每个人都会老去 但是我们可以让记忆永存 好的 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健康大讲堂 谢谢您 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